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在治愈后的生活如何 今日记者来到安徽省同城市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张某某的家中 探访他治愈后的生活 据了解张某某从安庆市立医院出院以后 就回到家中进行自我隔离 平时吃饭由家人做好送到门口 虽然不能与外界接触 但家人依然为他感到高兴 据了解 在张某某隔离的这段时间 社区志愿者每天都会在他家的房前屋后 进行两次消毒工作 医务人员则每天定时上门测体温 然后发泛着八四小的一根温头机 还一些深圳资料 然后我就每天上午为他两次提问 他不行回复的一点应该是专官非常良好 提问也是正常的 为了让张某某正好的安心在家隔离恢复 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通过微信 了解他的日常生活情况 即使为他送去生活必需品 由于志愿服务队的贴心服务 张某某家附近的邻居们也比较放心 作为邻居都很关心这个事情 这次也很放心的 前面不是回来的 就是连领导家和政府就都这么关心他 把他治好 估计自为邻居是非常的放心的 我也为了感到非常高兴 在家哲理恢复的这段时间 张某某也向社会呼吁 希望市民能注意防护 相信大家一定能度过难关 现在是这个疫情是比较重要的时间段了 就是还是要注意防护 在家的话就是要注意自我脱离 少出门 就是出门还是要戴口罩 然后家里要消毒 然后清洗手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反正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肯定可以把这个难关给度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